當然也是十分鐘內的 謝謝大家的喜歡 心有 然後永遠白目的人說 欸 我跟你講喔 我女兒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我老公叫什麼名字 你幫我寫個長頭的 然後我就沒有打算要理他 我不會理你的 TVBS娛樂頭條的所有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俊逸 今天我要來寫春聯 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裡面 冬年要到了 石韻昌隆 好美喔 祝福大家 石韻昌隆 好美 慶恩 這是來賣 我今年12月開始寫到 現在應該只有五六百分 你要怎麼分配啊 每天怎麼都要寫 因為我也沒辦法每天 所以我一次的扣打大概就是40到60分 然後就這樣慢慢其實十幾天就五、六百分也差不多 然後可是統計一下親友的數量 大概今年應該還是會到一千分 二十幾歲的時候 但那時候沒有送朋友 那時候就是每年給自己一個小小的儀式 就是會在家寫春涼 然後就是只有貼在自己家 然後這個習慣維持了有沒有二十年 將近二十年十幾年有 以前都會很乖的像什麼龍就會有什麼龍馬精神那種 就是大家會很常聽到的 然後後來像我記得有一年開始勾年吧 然後那一年我想說不想要跟人家一樣 然後那一年就寫著勾起位 從那一年開始我就覺得 好像可以寫一些就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然後從那個時候好像才開始說可以送朋友 很忙耶 因為我用Google表單 所以我要同時盯著三個表單 然後我要算幾份到幾份這樣子 所以我最後一份進來是二十份 然後我就趕快關起來 因為超... 就是... 當然也是十分鐘內這樣子 然後覺得... 謝謝大家的喜歡這樣子 但我不克制 然後就是有一個很白目的人 就是跟他也沒有很熟 所以你是新友嗎? 是新友 然後有一個很白目的人說 欸我跟妳講喔 我女兒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我老公叫什麼名字 你幫我寫一個長頭的 然後我就沒有打算要打他 張錫慧會不會贏 欸方法很難耶 要怎麼寫啊 對我想說我沒有在克制的 我們私下還是會... 我們私下還是蠻好的 然後就是我們... 都是被人寫的 沒有 欸你那天自己在台上自己說 她是我前妻喔 沒有啊 他就是... 放棄了 因為夠熟 所以我們可以彼此拍的玩笑 那... 就是再一次鄭重的跟大家澄清一下 我們... 那是為了... 嗯... 我們之前演唱會要宣傳 這樣子 所以才搞了一個這種笑話編這樣 我們沒有... 我目前是單身 他目前應該也是單身 我今年給自己的期許就是... 很多人都會許新年新希望 然後... 我覺得我... 給自己的期許 是我希望自己能夠更誠實面對自己 然後更真誠對待別人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年紀... 隨著年紀慢慢增長 那摩基座本來就是一個很癲心 我覺得我希望自己自在一點 那... 不要太... 那個... 眼光的看法 我已經慢慢越來越不太在乎 別人的眼光 別人的看法 嗯... 對... 但希望自己能夠更誠實在吧 好... 好... 可是... 我看一下... 好.... 靠近12000